妹妹锁了 进来吧 小灰啊 姐 快坐 姐 什么事啊 小灰啊 也没什么事 就是想你了 过来看看 小灰 姐还不了解你吗 你一个表情啊 姐就知道你有事 有什么事 跟姐直说呗 姐 这件事 我多少有点不好意思 我们两个是亲姐弟 有什么还不好意思的 说吧 姐能帮的一定会帮你的 你看 弟弟这前段时间 不是才给你 要了十万块钱买车吗 现在 弟弟想再给你借着钱 借钱 小灰啊 你这次问姐借钱 干什么事啊 你 你也知道 我 我谈了个女朋友 她 我们俩打算结婚了 她要十万块钱的彩礼 你看 你能不能再给我拿十万 哦 这是啊 弟弟 她女朋友是好事 姐 姐给你拿 密码是姐的生日 好 弟弟 姐 你放心 等我有钱了 那一定还给你 说什么呢 都是一家人 什么还不还 弟弟 她那个女朋友 什么什么时候带过来 让姐姐你啊 带什么呀 带什么呀 我 我 我还有事 我想走了 哎 弟弟 弟弟 你这钱省着点花 爸 这 这孩子 你看 小灰也长这么大了 她女朋友马上就要成家立业了 我心里面这个大石头 是时候也该落下来了 这 最近 这肺部 怎么有点疼啊 哎呀 可能 最近 坏季的原因吧 咳咳咳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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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咳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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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话 喂 喂姐 小灰 怎么了 方不方便 来解架一趟 来什么来啊 我正忙着她 挂着吧 小灰 喂 小灰 怎么能变成这样 我也没把话说完呢 就把电话给挂了 进来吧 云水你来了 你的人感觉怎么样 这段时间 多亏了你照顾我 要不是你 我自己一个人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你也这顾命苦的 从小都没了爸妈 现在这么年轻 又带了这个癌症 云水 我走后 没有别的愿望了 只希望 你把这个盒子 记得 替我交给小灰 行 我一定帮你带走 进来 你是谁啊 你就是小灰吧 不是啊 我姐呢 你怎么带我 在我姐家 我姐呢 你还好意思回来 你姐 她已经去世了 什么 你在这骗谁呢 什么我姐去世了 胡说八道 你姐 带了肺癌 这段时间 都是我在照顾你姐 你姐 还天天酿到你 什么 你说我姐她 我姐她 她真的去世了 我姐 姐 小灰 姐 别难过了 真死不能复生 这是你姐 帮我传教给你的 姐 小灰 我放学了 姐 来 姐给你煮了两个鸡蛋 姐刚给你买的鸡蛋 就给你煮了 一定要长 长高 姐 你对我真好 啥弟弟 你是姐的弟弟 姐不对你好 对谁好啊 姐 像你这么好的姐姐 你如果上学的话 肯定能考到好大学 姐 我先回家了 弟弟 其实姐是因为你 才不上学的 我们家的家庭条件 并不好 一定 不要让姐失望 弟弟 等等姐姐 姐 姐姐 你对我这么好 弟弟 却没能看你最后一眼 这是 这 弟弟,当姐查出得肺癌的时候,多希望你能回来陪姐一天,请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发信息,你也不回。 姐,知道你现在嫌弃姐,弟弟,你还记得吗?从小到大,姐,咱们两个相依为命,以前姐最疼你了。 小的时候,你经常会告诉姐,等你长大有出息了,一定会好好孝顺姐。 你看,姐也没有那想不得命,等不到你有出息那一天了。 弟弟,这张卡里面有五万块钱,是姐治病的钱,姐这个病就是个无底洞,也不治了,这钱就留给你吧。 弟弟,以后要好好做人,姐走了,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帮助的呢。 弟弟,姐想你啊。 姐,都是弟弟不争气啊。 梁姨走了,弟弟都没能回来看你。 姐,我对不起你。 姐,我小你啊。 。 哎呀,完了完了,都八点多了。 最近,老板正看我不顺眼,这下我得赶紧去了。 这 怎么有人晕倒了 大神你没事吧 小宝贺快救救我吧 我这上边都快要迟到了 救救救我小伙子 算了救人要紧 来大神你先起来 为了你去医院 经理不好意思 我今天迟到了 我刚才要救奶奶找你呢 你怎么回事啊 今天怎么又迟到了 经理是这样的 我在上班的路上 碰到一位 晕倒的 晕倒的老太太 所以 我就顺手 送了她去医院 所以就来晚了 晕倒的老太太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好了 不要说了 狗男后子都管闲人 我告诉你 下午去抓你那 把工资领了 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 经理 经理你可不能这样啊 经理 怎么 公司养闲人啊 知道了你也有理了是不 经理 我 我们一家 一家老小 都等着我这份工作呢 我这份工作如果丢了 我可怎么办啊 那是你一家老小 跟我没关系 还有啊 你这个月也没多少钱啊 天天迟到天天迟到 一天扣二百 基本上扣的都没有了 说说说说 赶紧滚难吧 经理 经理 给我个机会吧 干嘛 我求求你了 给我个机会吧 请你起来 没有机会了 敢滚吧 公司不会 不会要你这种闲人的 你这个月的工资啊 顶多也没多少钱 就扎你纳税人 累了工资 赶紧滚蛋 不想干 早就该给我滚了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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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工资 立马给我滚蛋 经理 什么人啊 我这以后 可怎么办 我妈的病 还等着我去给她治呢 我现在丢了工作 这以后 这以后可怎么活呀 我现在工作也没了 工资 也被经理给扣完了 这以后可怎么办啊 我妈的病还这么严重 我妈的病还这么严重 来 妈 快 快坐 妈 吃了吗 现在妈火锅了 妈 你知道 你看你身体不好 你还出去乱跑 这又不是医院 我打电话 我还不知道呢 妈 当时你晕倒了 是谁 是谁把你送到医院呢 当时 妈去买菜 这个头有点晕 高些压可能犯了 是一个小伙子 个子高高的 他救的我 妈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你看他救了你了 咱们得感谢感谢他呀 长什么样子 妈寄不去了 妈记得他的工作服 搞药是你们公司的 什么 我们公司的工作服 这 我们公司那么大 这么多人 我怎么找 妈 你别急 我等会儿 让副经理 问问 看看 今天有没有谁迟到了 他救你那时候 已经过了上班的点了 他还在外边 证明他今天肯定迟到了 对 这样考察 行 我现在就给副经理打电话问吧 喂 副经理 我问一下你 今天有没有 有没有成为员工迟到了 有一个 什么 你把他开除了 你现在立刻 把他给我叫过来 让他上我办公室 你怎么办事呢你 你说开除就开除了 行了 你别给我解释了 我看你这个经理也不用干了 现在立刻 把他叫过来 妈 确实今天有一个 那个 我那个手下的经理 他说 他把他开除了 儿子 你说这谁弄呢 等会儿等会儿 那个小伙子来了 你看看是不是他 行 不可以 请进 妈 是不是这个小伙子 儿子 就是他 阿姨 真的是你啊 阿姨 你的病怎么样 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真是太小了 小伙子 真是太谢谢你了 又不是你救了我妈 我妈 现在不知道 成什么样了 我妈说 穿着 我们公司的工作服 没想到 真是我们公司的人啊 儿子 我看这个钱 他都是团团的 是吗 你放些小伙子 那个钱 我会还给你的 原来你就是公司董事长 是啊 我听说 那个副经理 今天把你给开除了 是啊 他不仅把我开除了 还把我的工资 全部都给我扣了 我们一家老小 就等着我的公司呢 真是太不像话了 这个副经理 以前 做人笑张一点 我还没在意 觉得他 在公司待了那么多年 就给他一些面子 没想到 他现在真越来越过分了 开除人 都不跟我说一声啊 他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他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他开除了 像他这样的人 也不用待在我们公司了 只会坏了我们公司的名声 小伙子 你是个好心的人 在路上 通通我妈晕倒 你还是出手相救 还帮他添了医药费 现在这个社会上 像你这样的好心人不多了 小伙子 你放心 谁也偏受不了你 以后 你还得工资干 而且 这个经理的位置 我今天让你做 像你这样的人 一看 就是一个精进能干的人 不应该 只做一个小小的员工 而且 你的人品也不错 我相信 你一定能做好的 董事长 您让我做经理啊 可是 可是我 我没有文化 我怕我做不了这个工作 小伙子 没有文化 不要紧 什么都不会也不要紧 可以慢慢培养 这些都是可以学的 但是 这个做人 谁也教不了你 这个东西 是有自己能武 你的人品不错 信仰也好 我相信 你以后 一定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 能够为员工考虑 像附近里那种人 处处都为自己考虑 又自私 不站在顾着那个立场考虑 他是做不好一个领导的 我相信你能做好 董事长 既然 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一定 不会让你说 行 我相信你 妈 你看 他既然就是你 咱们也该好好改天改天吧 要不然 咱们请他吃顿饭吧 行 吃不吃饭什么都不重要 主要是 咱们做人 一定要正直 一定要把这份正能量 给传递下去 都让每个人 都做好人 小伙子 你说的对 这个社会上 就应该多一些像你这样的人 唉